台中阅读的一些未来想象呢 其实非常广泛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用传统纸本的方式 出版的方式来做 虽然可能一年只有一两本 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生活 以及我观察到台中市的过去以及未来 我自己在台中三十多年 也希望再住个三十年 站空间其实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种有点像一个奇幻旅行 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刺激 有的时候非常的平淡朴实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客人来到我的空间 我不一定要去照顾他 而是透过书籍或是空间 来照顾我喜欢的客人 那有的人当然对可能很多字 或是很多图片的书没有兴趣 不过呢 他可能对我们的空间 也会多留个一会儿 那这个大概就是 他来站空间的一个目的 我去看你 就是这种衣服 它是更好的 我们也会画出一会儿 有点不喜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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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观点 现在我们现在